这一位机车骑士报得了他所拍下的画面要提醒大家注意 这在高雄左营这边 这一位机车骑士说前方是一辆大货车非常离谱 后车厢用铁架交高 加高了整个车身超过了有三米高 完全挡住后方骑士甚至驾驶的视线 更夸张的是这货车沿路摇摇晃晃 看起来很不稳超危险的 画面中这辆小货车在大马路上行驶 但整个车身相当高 加高的后车厢沿路不断的摇晃 让旁边的机车骑士看得胆生心惊 我还看到他旁边的机车骑士 注意到的时候惊呼了一声 因为太吓人了那高高度 因为当时李小姐骑车行惊告示了左营大路 发现前方的这辆小货车 整个车身超过三米高 完全挡住他看红绿灯的视线 更夸张的是后车厢看起来很不稳 他赶紧与小货车保持距离 不敢骑得太近 车身已经太高 已经挡到我看红绿灯的视线 车身是用很细的铁架架起来的 所以太轻 然后当他有小转弯的时候 他的车身就开始晃动 我当时都很害怕 其他那旁边的话会 突然他整个倒下来会压到 看他有没有超过那个法令的规定高度 如果有规定的话 就可以依照这个18条来处罚 交通大队强调根据规定 小货车车身高度不得超过2.85米 如果驾驶任意变更车身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把2400元到9600元 也将根据民众拍下的画面 寻现追查小货车 厘清有无违规